欢迎回到台湾大论坛 许天才台南市长说 防灾没做好 哽咽没用 大家都说这讲的是陈菊 因为陈菊哽咽 不过刚才立文提到一点 陈菊的态度有因为这个哽咽 让大家觉得说 他对整个事情有了一些反省吗 或者是说这个哽咽 还有之后的改口 就本来说责任都是中央的 后来改口说他讲的不够周延 让大家误会了 这也代表陈菊的反省吗 他的反省够谦卑了吗 对于人民能交代了吗 李永远你怎么看 其实我是觉得陈菊这个部分 他只有一个就是诚实一对面对 你今天许天才站出来讲话 他是用隔壁的一个台南市长的立场 出来讲这个话 同党同志 同党同志讲出来这句话 那你今天同党同志都用这种角度 而且他也是一个市长 还是他是跳出来帮杨秋星讲话 我看到应该不是用这个立场来帮谁讲话 因为这个他也不需要 你说连他也看不下去 我是觉得许天才他没有必要去卷入这个漩涡 因为他卷入这个漩涡对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处 他也不是要选举的人 那毕竟说一个不选举的人才会讲出他的真话 或许不一定 我是觉得许天才市长现在讲的是 因为他不选举所以他讲出他的真话 我是觉得这个是应该用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民进党里面很多不选举的人就会开始讲真话吗 大老这几个礼拜来 其实许天才市长的发言 你先告诉我们你要不要选举好了 不是真的很不像 许天才真的很不像一个典型的民进党工资人员 因为他自从表达有可能有议院参选 到最后一天宣布以大局为重 我觉得他的心情其实很闷 而且很欧 讲嘟嘟了 所以他今天讲这个话 其实是好像是唯一的 我觉得民进党的共识点 他是唯一这样讲 这个是少见 这个有一点 你是在赞叹他的勇气 还是在 不是 我底下要分析 我底下要分析 你要有耐心一点 你最近对我都没有耐心 我跟你讲许天才这一次 台南市的灾情是很轻的 对不对 好像几乎没有 在台南现在有 对 台南市几乎是没有 我觉得政府中央 讲中央 那个80%的责任 这个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觉得中央应该要去查一下 台南市的雨量 跟台南市的排水清淤的成绩 然后去比较一下 是台南市的雨量还是够大 但是没有水灾 这厉害 这个我觉得要好好表扬 然后背着县市要学习 但是如果台南市的清淤排水的 这个工作做得也不怎么样 但是因为你身影量不够大的话 我觉得许天才这种风凉化 其实就可以烧架了 所以照你的逻辑只有杨秋心跟曹启宏 可以说这个话 不 你看不 这一次其实很奇怪了 屏东的灾情很严重 但是屏东因为没有在选举 没有人挑曹启宏的毛病 一个一句拼一拼曹启宏话都没有 你这个跟很多民进党的市议员上节目 讲的都是一样 他说这次明明高高平都淹水 高雄县 高雄市 屏东 可是大家从来不讲高雄县 从来不讲屏东县 只讲高雄市 就是因为选举 但是重点是 屏东县跟高雄县 在以前的这种雨量 或是比这更小小就已经淹成这样 因为地方临边加东 他哪一次没淹 每一次都淹 然后这次的岡山或者是人武 高雄县的部分 也是上次八八水灾 就已经淹成那样 高雄市是新晋同学 这是以前没有 九年前的谭美淹过 九年后他又进入了这个行列 所以大家会把焦点放在这里 而且他是直辖市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不同的地位 所以有不同的建设 当然一个是县 一个是大都会 一个是直辖市 但是水的来源是不一样的 屏东县跟高雄县的水 是山洪爆发 是山上的水下来 他们今天有一个 跟气象专家讲的 今天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外水 叫外水 这一次的降雨是降在平地 所以叫内水 这一次的淹水原因是内水 是直接降在平地 所以是有差别 但是我们是讲 不是讲这个气象 或是讲水的来源 我们是在讲这个箭头 这个矛头 这个修理的目的 说得八的 我如果是有公职的话 我也用公职给你赌 当然跟选举的操作有关 不然你就退选了 好 我们先接一下观众的电话 听一下观众的声音 我们接近台南的梁先生 梁先生你说 你好 请说 那个我的想法啦 像上次西乡川的事情 他是爸爸姐嘛 陪父亲吃完 民进党都可以把他打成这样 打成下台了 那像陈吉这样的话 他都不能够交代 都不用交代 你认为这样合理嘛 各位名嘴 你们认为这样是应该的 不过我有一个感觉啦 我本来就是很支持民进党 但我就是非常 看不下去民进党的所有的作为 除了很少数的 我们谢谢这个梁先生 我们再接下一通 这个台南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说 请说 因为当天我带我儿子去那个大学 他刚考上一年级的大学 我刚好经过钢山 因为淹水不能进去 所以说就从主观进去 从两点初号 从台南两点初号 到那个高雄 刚好下午六点 要搬 因为我儿子是赌那个中山大水 经过了从来没有看过高雄淹水 那这么严重 但是还有一点 从来没有看过那个爱河淹水过 从来没有看过 可以问一下高雄人 有没有看过那个爱河淹水过 谢谢林先生 的确这一次的灾情 让大家都觉得很匪夷所思 就是九年前的台美台风 可能看过这样子一个状况 其实基本上这九年来 没有淹成这样 为什么这一次引起这么广泛的讨论 的确是淹水的范围面积太大了 而且淹水的方式也非常的奇特 我们接下一通高雄男子的陈太太 陈太太请说 陈菊说谎 不可认错 推卸责任 污蔑中央 丑化中央 市府 市府救灾失败 规划也失败 高雄市的市民心痛 不可能原谅陈菊 好我们谢谢陈太太 我们再接下一通高雄前进的彭先生 彭先生你说 大家好 这个救灾检讨 是很多要检讨的 但是我们要往后看 未来一个月以后 高雄市 什么样的疾病都会发生 类鼻疾病啊 肠病毒啊 登革热啊 到时候 八年前 登革热高雄市 死了九个人 今年再看看 未来一个月高雄市 登革热的大流行 现在我们卫生局一直在那里 说是经费不够 经费不够 中央辅助也好 地方的准备金预备金都可以运用的 什么叫经费不够 说什么中秋节 大家禁止休假台湾 中秋节各局处的人该休假的 他照样的放假 照样的人不在 这些都在骗人 各个局处 环保局 警察局 交通大队 卫生局 都在做表面工夫 高雄市的财税大楼 就在中正路上好多机关会 连我们的灾害 应变中心都在那边 他的隔壁就发生 灯隔热 前面发生 好我们谢谢彭先生提供的资讯 也提醒高雄市政府 现在灾后重建 的确是还有很多的工作 如果需要支援的话 中央也应该要赶紧的去指引 我们接下来通 这个高雄男子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说 你好 我个人的意见 因为当那天开始淹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在打电话了 整个救灾中心 每次演习都很好看 表面工夫都做得很好看 我觉得我们这些政治人物 都可以利用 你们一些时间来做突击检查 来看我们整个救灾的系统是怎么样 我们包括连打电话 到那个国军收救中心 连那个承办的人 他都不晓得该怎么处理 该找谁 我们百姓 因为这种算是天灾 一定都是突发状况 你突发状况 你不管是白天晚上 一定会有个联系的单位 竟然我们连承办的单位 他都不晓得要找谁 那我们叫我们百姓的 生命财产该有什么保障呢 好 我们谢谢张先生 我们接下来通高雄领雅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说 喂 请说 喂 请说 喂 你好 听一下说 网路叫陈局市长叫花妈啦 我们高雄人叫陈局都叫国劫了啦 我们高雄人叫陈局都叫国劫了啦 高雄有进步 真的有进步 但是看到的都冠定啦 看到的都冠定啦 高雄真的很进步 后面也很漂亮 这个阴族都在市区边面里面 现在你去高雄领雅看 不必要入管闕允允抽车 一些车到现在 整台车都是欲望的 又停在允许允抽 那8、10人由政府 纳税人交钱都被政府 一年这么多钱 政府不过去各地方做到什么 陈先生我们等一下也会来讨论一下 这个政府拨给地方政府的治水经费 到底该怎么用 这个第三期的八年八百亿 到底还要不要再发下去 我们再接下一通台中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说 你好 这一次高雄男子海军的围里 如果海军那边的水比较多 就不会去拆掉了 绝对是那边比较少水才会拆 不然拆的水反而会灌进来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还有今天 我的老家基隆也淹水了 那个也应该怪陈局 跟凤山淹水一样 一定要怪陈局 好我们先写这个陈先生的意见 我们接下来下一通台 高雄前镇的徐先生 徐先生你说 你好 请说 听到了吗 请说 我跟你说 是 高雄的极材 八十贯息 好这个陈先生是请阳丘兴阳县长能够把高雄县如果啦如果他也有接获爆料的话 王灵焦会接受到爆料这个跟他竞选对手的杨丘兴可能也会哦 告诉大家到底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好我们再接下一通高雄小港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说 喂 请说 这个去年八把水灾 马英九讲了一句 我不是来了吗 他没有坏意 是清除了一点 被大家骂得臭头 可是今天陈局讲的 这谁是中央的责任 你们不要骂错人哦 那幸灾落祸的样子 完全没有一点同情 水灾这个灾民的样子 甚至很可恶 所以这个表现太差了 他一天到晚 凡是什么接日就放烟火 凡是什么接日就 这个公社不要钱 这都是他陈局家里带来的钱吗 好我们谢谢这个李先生 的确很多观众朋友都用去年八把风灾 检验马政府的标准 来检验这一次高雄市政府的这个救灾 不管是台风的时候 有没有全程坐镇在灾害应变中心 或者是在灾后的表现是如何 陈局的态度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几波的转折啦 一开始说是高雄献的水 接下来是中央要负责 然后说他讲的不够周延让大家误会了哽咽了 这整个态度的转折是代表陈局反省 代表陈局认错跟道歉 还是说因为外面的压力有这样的转折 而没有一个真心的反省 其实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就最近陈局竞选总部在跟中央 就他说八成责任是中央之后 在跟中央计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他一直不断的说马英九总统到高雄市去勘灾 故意不通知他 所以呢让这个马英九能够带着黄昭顺在高雄勘灾 而陈局没有办法站在他的旁边 就说呢马英九总统去勘灾是搞选举的小动作 是为了选举而去勘灾不是真心的去勘灾不是真心的去高雄市政府 最近陈局竞选总部包括民进党高雄市议员不断的在提醒大家是这件事 马英九来勘灾是勘假的 他是来拼选举他不是来勘灾 我们来看看马总统的勘灾行程 在9月20号的时候马总统第一时间选择去勘灾行程是到高雄的南子区去勘灾 在整个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马总统勘灾 他旁边呢的确是有一些国民党的市议员 然后这个是应该是张显耀委员 陈局呢其实在画面中也出现了 他只是在比较后面一点 他也在现场 不过呢陈局竞选总部的人的说法是说 马总统没有主动通知陈局 他要来这里 是陈局从当地的维安交警那里知道说 总统要来所以他挤不进来 如果他早一点到等总统的话 他会没有办法站在总统旁边吗 我们看下一张是9月22号 马总统到高雄去勘灾 这一张照片呢被民进党骂得最惨 他说呢这个勘灾呢就是在拼选举 因为大高雄市长候选人当中 三个只有陈局没有通知他来 这个是在高雄县勘灾 马总统如果在高雄县勘灾还通知陈局来 这个合理吗 就所以这一张照片一直不断的被民进党 的市议员骂说 马总统勘灾只带黄昭顺跟杨丘心 故意排挤陈局 所以马总统是在拼选举 是在拼选举的利益借水灾 在拼选举 那9月22号呢 陈局终于决定要跟中央一起勘灾 所以他跟吴敦义市长就可以 在这么近的距离两个人合照到 那这一张呢 他一直在很后面没有办法照到 他说是被马总统身边的人挤到外围去 所以他只能躲在远远的地方 甚至还有人说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行程没有来 没出现 的确他是在很后面 所以我们这个照片也是找了很久 才发现陈局的确在现场 这个可能也要澄清一下 这一场陈局是有出现的 不过现在的说法都是说 陈局根本不知道 所以陈局没来 陈局没办法 这个是陈局改口说 他并不是要把责任推给中央 他讲的不够周延 让大家误会了之后 陈局竞选总部所操作的选举议题 总统到高雄县市勘灾 跟八成是中央责任 这是两回事 这是两回事 那个是说淹水的工程 那个是八成 但是跟这个应该没有关系 那如果你把两个事情弄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竞选总部 或者说我们这些评论也不至 但是我觉得三个场合里面 有不同的人需要解释 第一个场合 那既然说高雄市长 我这边的陈局总部说 总统你没通知我 那我觉得总统府有必要说明 他告诉他说 我通知高雄市政府的谁 什么时间 那就要证明说 那要是你是高雄市政府联系的问题 还是总统 总统下乡视察 需要特别通知县长 尤其是这种勘灾的行程 一定要通知首长 所以第二章 他到高雄县的时候 理所当然 不应该通知高雄市长 对他这一张 他通知陈局不是很奇怪吗 那但是总统府必须要说明 为什么黄昭顺在那边 如果你通知了黄昭顺 黄昭顺自己来的 总统府要讲说黄昭顺是自己来的 我没有通知他 如果那没有办法 因为毕竟黄昭顺你在选举 如果你通知了黄昭顺 不通知陈局 总统府有理亏 但是没有办法 这是第一章 我是港董的 第二章 然后我说第二章 就是说在高雄县的时候 黄昭顺去 因为黄昭顺是高雄市选出来的 应该不能不需要通知他 你还是自己来的 没办法人家作秀 但是如果你通知黄昭顺 却不通知陈局 这个有可疑之处 跟第一章的状况不太一样 第一章我觉得有点问题 就是说 那个陈局他们是说 他挤不过去 我看过那么多看在场合 不管说民进党中央执政时代 或地方执政时代 总统到了或院长到了 中央首长到了 找地方首长来 包含在野党的民意代表 绝对会认为你管市长在旁边 不会让他挤不进来 不会不会 所以那张照片到底是之前拍的 还是他真的总统到尾都挤不进去 不是之前 这是我们唯一找得到 他们两个在同一个距离拍得到的 总统院长一定会拉 要乞丁你来我旁边 绝对 不管你是什么党的 这一点如果总统没有注意到 那总统我觉得也有点失礼 但是如果不是这种状况的话 那我觉得 那个陈局总部怪不得会讲话 所以我觉得 第一章 第一章 因为那个场合是 总统府应该要解释一下说 你到底有没有通知 通知谁 如果我通知的是你市政府 罗斯也不紧 人家叫你不来 就跟那个视讯会一样 是你陈局不参加 他就变成说是你陈局市长这边 你要去解释说 就是说搞不好陈局本来是说 他忙着救灾 不来参加这个开灾行程 这个也要说明清楚 我觉得总统府如果讲清楚 我有该同地的时候 那责任都是在高中市政府的 这一点一定要做到 不然的话 越来越去的时候 我觉得对总统府也不好 对陈局更不好 我觉得这个陈局 还有他的团队 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摇头 这个你的灾民到今天 水灾都几天了 你都还没有清干净 然后你支支节节的 在乎的 你什么时候会去 真说有没有站在马英九的旁边呢 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就是说 他在乎的只是在跟蓝营 跟选举打这个口水战 然后生怕自己吃了什么样的亏 然后要在这个时候 尽量把责任往蓝营身上推 那你真正的有 我没有到今天为止 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我真的没有看到这个市府团队 有去认真的去检讨说 为什么地方政府这一次这么荒腔走板 然后连他们自己的支持者都受不了 因为真的灾情不该淹成这样 没有错 这次的雨势是非常非常的大 不是说他不淹水 而是他淹在不该淹的地方 他不该淹的这么严重 他不该淹了以后 没有人处理 不该淹了以后市政府没有反应 你要说中央要负责任可以 那你要讲中央要负什么责任呢 中央负了责任是说 没有第一时间带着你成绩去看灾吗 这不是很好笑 这不是很荒唐吗 那中央到底是负了什么责任 没有给你预算吗 当时民进党只站在预算 民进党编的嘛 那你现在是要跟民进党的中央切割 也可以 你也可以说以前陈水扁的中央 以前谢长廷的中央 以前苏贞昌的中央 就是乱七八糟 尤其困的中央乱七八糟 是这样吗 不是嘛 今天大小眼的是什么 是当时民进党政府 所有的预算 不管是做什么 通通变到南部县市去了 不是吗 国庆烟火也要在那边放 对不对 那个故宫的分院也要带到南部 什么都用在南部身上了 今天蓝营在对马英九 最大的complaint是什么 就是马英九也是一样 他也做一样的事情 他也是把所有的注意力跟预算 通通放到南部县市去 所以很多深蓝的都觉得说 你对他们那么好有什么用 结果呢 这些人不但不理情 然后票也不会投给你一个 然后谁来的票通通都要跑光了 结果你今天他还在说中央要负责任 要负什么责任啊 陈菊他可不可以用白纸黑纸 可不可以用国语 用台语也可以讲 我们听得懂的语言 我到今天不知道他在complain什么 我不知道他在骂中央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在骂哪一个中央 然后结果现在最后听到的是说 哦马英九去了没找他 这不是很好笑吗 那如果他就